对 她是一直研究身份局 我感觉肯定是比较有东西的 对 其次还有呢 其次还有一 不支持一下我们的唯一的女选手 那肯定支持一下美女吧 陈胜 那就看好黄龙岳和陈胜晋级 咱俩应该一样吧 对 我看到刚才击分方式还有一条 这是内奸获胜的时候 主终是可以得六分的 这个本来就一直就有这个规则 我知道一直就有 因为我觉得内奸获胜和主终 立场是一开始相同的 对 一开始毕竟是相同的 然后而且 其实让反贼全面也挺难的 在实战中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算内奸获胜主终也是有六分的 我提出这个就是 我感觉那选手在阅读了这个 我们老胞龙的规则之后 肯定内奸还是会偏 就是鼓励内奸 还是要尽量偏中一些 别太那什么 这样主终也不会太压制内奸吧 因为有这个六分的存在 那个这边我们也是看一下选手准备好了没 这个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 那今天是算是淘汰赛最后一天了吧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四五六七 这四天都有比赛 然后四号和五号是半决赛 然后六号和七号是决赛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哎呦 曹操主第一次见 曹操主还真是头一回见 是 没有人比我更懂曹操主 只要稳就行了 嗯 哎 这里 哎 熊悠 直接先标个钟 对 但是然后这个熊悠有可能被忙 忙得很惨 是的 能不能存活都是一个问题 是 嗯 我们来看一下主攻这个牌 邓爱也有可能像中内 就有护架的存在 邓爱这个 护架屯田还舒服一些 对屯田 贴身借赵云 感觉就是当一个回合外甘宁用的 是 铁法 其中一个乐 他可能是不是考虑乐一下赵云或者徐优 对 要保护一下寻优对吧 对保护寻优 就哪怕徐优也是一个 可能是忠诚也保护寻优一下 因为寻优肯定是一个忠诚 这边直接乐了一下二号位的赵云 这也理解 因为二号位这个位置 他牙角拆人的话是比较局限的 是 所以直接给他控一下 看一下邓爱 邓爱我们刚才说有护家的存在 这个邓爱其实有一点点发挥的 对 邓爱上一个白银 捡一马 哎呦我感觉石油要去捶寻优了 是的 阿满有我良机 取记舟便是一如反掌 黄龙岳 那排序上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这排非常非常刺 但是已经跳反了 他们还是希望在寻优洞之前把寻优打死 没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这排序上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好 那强化一下 这样就打寻优 看看寻优什么牌 杀 藏巧鱼卓 有个桃 我这儿还行 我觉得不一定死了 而且寻优这边没什么爆发牌 万剑也不敢随便放 这个万剑 没法开 丢万剑过 然后张鲁的话 它是一个 哇 好吧 跳了 跳了 给寻优回了一滴血 而且这还是个判官 可以保证寻优的行动 后边的时候 这边开桃圆 再出 闪唤闪 他没往后乐 我觉得可以考虑往后乐了 他可能觉得王双八级血 乐也没什么用 就乐了寻优也行吧 也行吧 他可能就是觉得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判定牌 红桃和方片 铁锁 虎公 虎公自己 反正是要奇策了 所以 而且桃子能不能送到 尖熊那里 还是一个类之处 所以这边 我反正干脆虎公自己 是 这边铁锁 还有个乐 再来一刀 你许优想瞄我寻优 但是没瞄了 我得赶紧压制一下 感觉乐王双 大家都觉得很不爽 太多了 感觉像乐了个吕蒙似的 果然不乐 果然懒得乐 就觉得乐了个吕蒙 这样曹操 不过他为了留一个闪 防一下酒杀还是会吸吧 但是这个就好亏 没什么牌 好 牙角的一个闪 闪的话应该是要 给一下徐 把徐 这男妈有情被判定气质了 主公就不太开心了 这边效果还行 有效果还可以 看能不能 这边 这边直接还是打 徐 藏巧于浊 以躯为深 徐 难慢丢掉 大象无形 大银若冲 没能崩掉王双的牌 刚才跟证一下 这个赵云应该是 那个牙角不拆人的赵云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好的 是这样 这个赵云是拆不了 好的 又显得弱了 这边无限 那这个赵云太弱了 那是什么样选择 我觉得可不可能是 选手跟我一样 一想法 他以为是贴身能拆 不知道了 这个我们就先不猜了 我们来看一下 孙权 这个乐 两个乐都弄不住了 张鲁刚才没打反无限 还是什么 没注意 没有 是 你是说八号拆这一下 他是 他是无限防止拆乐 没有 刚才可能 就跟你讲这个牙角 我们来认真结束 好好 这边还是反贼 选择 集火 寻忧 民中 寻忧现在压力有点大 以其为生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曹操洞 能不能把这个 徐忧打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没错 这个牌 所有的攻击手段 都能够得到徐忧 这边 两闪 一无限 这 武功 哦 这个打不死了 这边 纷纷被底下 还有一个 那没办法 那没办法 所以 那可能 可能张鲁是个内奸吧 对 可惜 没办法 不过那边 没闪 尽不从之 轻掉了闪 拔过了 反贼的阵容 其实很一般 非常一般 但是反贼就是好赢 只要许优看能不能打死 嗯 许优不打死 那个 许优可能 就 你看许优 许优分不清了 许优 发音非常近 许优不打死的话 许优就有可能很危险 嗯 战者 所以这个 就需要 它 产生 这个 作用 还剩一个红桃 拿了个接刀 可以借曹操的刀杀吗 杀 老婆他要先自己收了 先来一刀 哦 死了 这样子的话 你得不知 张鲁就会打死他 就这 哇 这个牌 啊 好吧 那张鲁就不会了 这个挑内 内奸 两头一无限 也正常 他气肉一个南蛮被拆出来 他向内套 我刚才也许 有两个解释 一是邓爱中 怕放南蛮 寻忧死 第二个就是内奸 因为他虚报了一个南蛮 对 哎 没有囤田 他是想让他去吸了这个米 嗯 他主要是 剩一个红桃的米 可惜没吸出来 很伤心 竟然不屑于药 不想让他再刷新 启天 寻忧 这把子牌 再继续 骑侧优异的话 赵云和王双不怕 启天 打孙权 两个打到孙权一滴血 爆了个鸣闪 他要放也不会放那个什么 直接可能放南蛮了 嗯 我 开南蛮 是开着南蛮吗 看一下 应该是吧 应该是呢 实在是这个画面没显示出来 应该是 因为明闪他没有了什么 这边可能要吸了吧 拿这个灌石 我感觉 拿了吧 杀 他害怕 他害怕后者联动 是不是有跟王双有关系 王双什么技能呀 来冰封给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他锤攻击范围以外的人 已经弄出来了 杀 无距离限制 当你锤攻击范围以外的 一鸣惊人 本次杀 咆哮 并且判定 如果是 武器牌 或做技牌 那技能很一般呀 对 技能其实很一般 他需要 锤中 而且呢 还得判定 怪不得八地群 那么 学优 死了 这死也真常了 死也正常 事实如其绝 感觉这种局域 那间还挺舒服的 没有人会去惹他的 他就一直捶别人 别人也不搭理他 但是我觉得曹操还是胆小了一点点 为什么不要那个冠石符 刚才其实应该要的呀 我也觉得要的 现在就显得很没什么用了 这种情况 而且 因为那个孙权明显有张闪 所以他也就不出杀了 我们来看一下赵云 赵云带出青龙 好像 就是取利 扭转乾坤 决心的 邓爱 可能这个孙权是要 你快打慢 席敌不备 诶 时机一到 还是要了孙权的命的吧 火杀 孙权这东西 不弄死 感觉回复能力 有的时候他要盘运 真的起来 再弄死了 这边孙权死了 诶 非常好 走到了 9 不过囤不住 囤不住 他觉醒了 桃也留不住 看他怎么丢吧 两桃又无息啊 应该是 应该是两桃又无息 果然是 张鲁 张鲁这一盘 其实邓爱挺讨厌张鲁的 你这张鲁弄不死啊 对啊 回复能力还是可以 你有你的权谋 我 而且这个张鲁呢 自由我的道义 如果说很恶意的话 可以让邓爱从此没有甜 他也放了一个红桃 放了一下 红桃黑桃 感觉王双 有八卦阵加护架 当然那个邓爱也没有丢完闪 但有八卦阵什么的 再加上有张鲁在 王双发挥很弱了 两顺 两顺 这个 是我就顺赵云了 顺两张赵云 直接砍赵云吗 顺手牵牙 赵云吧 反正这个赵云也不能拆 好顺利去 准备虚报过了 也行 对没事 反正这赵云 拿了以后杀八卦阵一点用都没有了 赵云 哦 一个桃子 还不过 邓爱摸桃 再摸一个心态都甭了 对 看一下邓爱 还是得打张鲁吧 虽然说难 作为一个邓爱想打死张鲁是非常非常难的 闪 得类似 但也无解 反贼不可能去打张鲁 而且有一个点啊 就反贼好像现在也没有什么用了 是真没用 王少和赵云就简直是被摁着打的 得听到 他要拿两个米吗 我也说 拿两个米真好去回合那锅盘了 他拿了一个藤甲 想保护甲 他的技能得是 不过主攻续爆了一个火砂 这个有点恐怖的 哦 你看反贼现在已经开始帮内奸去控 哦 续爆火砂加两顺 这小子两轮三个顺 牛 牛逼 这个也非常牛 这个还是恐怖的 两轮三个顺 他没有选择去打王少 还是优先的去限制赵云 限制赵云 我感觉 对啊 我干脆就顺王少打王少好了 赵云有任何牌 他又虚报了一下 杀都没杀 杀都没杀 这就过分了呀 这是为什么呢 这值得我们深思 你是一个主 你不打反 这个真说不过去的呀 草涛是谁呀 黎哥笑 这应该是有什么意外吧 他要是 是意外吧 我看见他也很纠结 因为我只能给他洗地为意外了 因为从意外就说不过去 而且很奇怪 你说顺完赵云 也没有后续动作 对啊 那你顺了干嘛呢 对 到赵云又摸了牌 打得很很摸摸 很看不懂 双属性杀青龙眼月刀 还是为了示弱 让内奸多出力吗 但是也没有什么意义啊 黎哥笑是吧 对 反正刚才这个牌 给我肯定是去垂七号 我给我也垂七号了 管他的简缘嘛 打到2v2还都 对啊 还挺优的 说实话 真挺优的 对啊 这个赵云 他不是强化后的那个接招 这个 过河拆桥 实在是看不到 啊 哥 这个刚才 这有 无垃圾的谜 看不懂 估计可击 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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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還是先優先這個那天挺有危險 但實內 但是真愛 那什麼 直接 屯添一個紅桃 好 當如手上好像麒麟公的紅米 對 其實我覺得像這王一般 這件 就是說 關著就是 暫時沒必要 脫 我不是 是 就能 這樣 過河拆橋 拆一下 哦 拆一下青龍刀 鄧愛發現主攻對自己的敵意是比較強的 竟然 就已經開始安排內了 這還有兩法你就開始安排內了 其實是比較少見 來一刀 問你要不要麒麟公 沒用 不想要 其實反正也挺尷尬的 你就去殺 殺主吧 顯得自己蠢 其實殺張魯也挺蠢 殺 或許有的時候就是這麼無奈吧 來人 護駕 無奈 殺八八陣其實也挺沒意思的 對 反正 這還都難受 都難受 都沒有意義 哦 這邊 王霜應該是去了 哦 不對 鄧愛那邊逃多呀 嗯 順手牽揚 殺 終究不還是得打嗎 不管怎麼樣都繞不過去 戰者 糧草為先 這邊 張魯改一下 從 無斗米 南蠻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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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了以後相當於小致 我居然 哦 直接死了 冠師傅 冠師傅 那就肯定不掛了 丟張閃過了 丟哪張閃其實都無所謂 丟個方片閃 趙雲當場倆頭 趙雲當場倆頭 一塊打慢 襲敵不備 也只能自己親手來 慢慢的終結張魯了 閃 哎呀這張魯 真的強 可以說相當於過了四張牌 反正只要燈愛一直錘 他就相當於過了四張牌 是的 比較厲害 這邊都直接可著燈愛錘都行了 對 所以這個忠誠張魯 選的是挺好的 兼濟天下 結拜性之憂 這給鄧愛嗑死了 鄧愛死了就 感覺全完了 不過我們剛才看到 抄身而退 有兩個頭 閒隊也是閒陣 殺一殺 總比氣了好 對 2v2肯定是主中贏的 對 加上斗愛也不會推阻 對 趙雲一點能力都沒有 對 來然後趙雲 趙雲 甚至犧牲了自己兩張牌 成就了想念一個決鬥 張魯 他們這邊回頭等優勢大了 甚至可以槍魯主動去捶組 然後刷刷牌 然後還可以刷新米 是啊 超身而退 萬軍難等 我感覺他們 鄧愛死了 趙雲就可以交牌了 這局我覺得 主中方能贏 最主要還是徐憂 把叔叔打滿了 是的 這兩輪完美的 把自己所有的能量 都打了出去 對 呃 再加上反賊 其實太弱了 徐憂 是真的弱 這個當然不是說徐憂弱啊 就是徐憂 是因為最強 所以他直接被打死了 但是最強的一死了 剩下就都是 對 對 很有技能的王霜 是的 再加上趙雲 一點用都沒有 那個孫全那邊 也被限制的很慘 對 呃 徐憂那一波直接把孫全 打得求逃 就是兩 火攻加南蛮嘛 嗯 也是徐憂 你說等於一個徐憂 換了一個徐憂加孫全 徐憂就夠了 對 剩下張鲁加曹操 張鲁又不容易被打死 那個 還嗑屯田 對 鄧艾覺醒那一波 還為了他那個孫全的人頭 也沒有提前對張鲁有些限制 嗯 後期也沒有辦法以自己的能力去控制張鲁了 再加上張鲁還有點嗑他 所以這個沒得打 沒得打 唯一就是曹操有一輪 趕緊王死打王霜 可能有他的考慮吧 就沒想懂 這給我們肯定是直接打死得了 關鍵是他的氣殺 他沒出殺氣殺 是 從善從良 這邊幫張鲁過敏 殺心 這邊決鬥加那什麼 基本上是 肯定是要死人了 決鬥 八方風雨天涯合歸 趙雲還是囤了一些陶的 是的 還有一個 不過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滴水不漏 穩弱泰山 解決不了 樂一下過了 都不需要樂登愛 樂不思蜀的 而且強樂呀 有張魯在 嗯 那這一盤就恭喜組裝獲勝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 反雷選得不太好吧 前置位這麼好的位置 選了個盾獎 其實我一直特別特別反感 頓反這種說法 你可以說八號的頓反 二號的位置 這麼好的位置 頂級反贼位 然後選了一個 可以說前七百萬 沒有貢獻 然後只能眼睁睁看著 許游被扯 這邊直接殺主也沒什麼用 沒用 殺主 這是給主中壓力 但是肯定沒什麼用的 我這邊加一馬一袋 我覺得他就是都別贏 哈哈哈哈 我要創造一種可能 沒有什麼用 加一馬一袋 穩如泰山 無道世間多君子 趙雲可以交了 可以交其實 不過看這個樣 他二號位都選趙雲 我覺得他可能不甘心 這樣不得不說 曹操這個細節好呀 穩贏 穩贏局把唯一翻盤的 冠山盤頂掉了 對 反正 我感覺二號位跟七號位 選擇都太草率了 然後六號位發貨又這麼好 殺 超身而慨 風雨 天涯合規 趙雲可能是還有 還要想堅持一下 是啊 畢竟是以塞吧 還是想容易堅持一下 好 這邊桃園 桃園 桃園結役 八方風雨 天涯合規 趙雲可 虎公 沒啥意 就是給大家聽聽配音 又贏不了 肯定贏不了 這要是主宗能被趙雲翻了盤 那我只能說這兩個人太太水了 對 殺 閒著也是閒著 我給你把米打過去 不失形 神 大義之舉 一之本 九向道之心 順桃 這邊有個順 拿來個閃 要九殺了嗎 九 超身而退 三萬軍難等 一刀 換了一個兵 他還是接受了現實 接受了現實 肯定打不過了 真沒機會 對 你就算剛才那個九殺殺中了 我覺得都沒有用 因為畢竟在他的眼裡頭 主中方過了那麼多排 是沒有辦法去說明 沒有恢復能力的 這盤的確是 忠誠尋 發揮非常好吧 是 巡游等於就一個人 把反賊的核心權 換死了 剩下王霜 趙雲讓主公張魯 就仰著打了 對 所以雖然巡游死了 但是肯定是 主中方的大功 對 而且我感覺反賊選將 真的可以 甚至可以說夢遊吧 頂級二號位 選了一個 借趙雲 那我們看不 這個就不說了 就看不到降面 看不到他選將 那我們就不知道 什麼情況吧 反正就只能暫定選將 比較夢遊吧 二號和七號太夢遊了 對 那個鄧艾 我覺得他還有空場 軟了一點點 就那個趙雲一學的時候 我覺得 在他的思路當中 就是趙雲死不死 還不如先打張魯呢 他打張魯 主要是 也只有他會去打張魯 對 也只有他會去獻民 反正 第一盤 接近半二十吧 然後 主要就是 反賊毫無希望的一局 是那個 曹操主也贏了也是可以的 那我們也是等選手準備 開始第二輪比賽 對 冰鋒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要講的就是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談選將問題 因為我個人是非常注重選將的 其實從我們比賽已經打了三天了吧 我感覺很多時候都是 就是 就三國殺這個遊戲 如果說你選將就當沒有做好 後面 沒有 他這個 比賽服是不能關降的 對 我知道不能關降 但是 他這個降面肯定比我們上半年打老號碑要弱一點 也會 因為有很多弱將是沒有夾進來的 就是大家最起碼 你選將的話再差 感覺也是 上半年能被噴選將的也就我了 我沒關降 我感覺也沒人噴 不是噴那個借州魚啊 你借州魚身份是什麼 那樣 那我就不懂了 那一間選什麼 還需要跟別人商量什麼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就是 因為太弱了 因為跟別人檔次不在一個檔次 但是你是那一間呀 我那一間都選董允的 反正最終 最終的結果是亞軍 這應該是這麼說 我一直都聽不懂一種言論就是 中反或者是觀眾在去吐槽那一間的選將 我那一間選什麼跟你有關係嗎 我都選董允的 沒有他們可能覺得你選這個就是內奸不想贏吧 但是我當時覺得那個內奸 因為我沒關降 那選啥是想贏呢 我沒有關降八號位 我就選一個像中臣中內的人 對吧就是你肯定不像反正 因為反間孫泉不是很難受嗎 對 我覺得你對自己太苛刻了 反正我是內奸我從來 怪我 怪我 我從來不管別人說什麼的 反正我內奸樂意選什麼就選 我就混混分的呀 反正我能拿冠軍呀 反正我能拿下冠軍 反正去年我冠軍 對 去年村長是冠軍 今年決賽再希望有個好成績吧 我們來看一下黃龍岳孫浩主公 啊二號挑反 不過他暫時也無法對二號做什麼 看起來 七張牌 三 然後孫浩主 也不想虛報了也行吧 反正這個狀態這個手牌 別人也威脅不了 有中瑤 這第一次見中瑤吧這次比賽 嗯 順手前陽 不是第二次 我如果沒記錯到好像是第二次 是吧 我們來看一下 順千加一 這盤諸葛詹 哎呀富英在 有的人卻不在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富英還在 但有的人不在了 曹里哥 哈哈哈哈 南蛮入金 哦南蛮 直接挑中 嗯 先破阻定 紅圖就在今日 再去打二號 哈 一如反掌 雷殺 殺 火殺 主攻是不會出殺的 海外 借黃蓋 五款店 自從面試以來一直都是一個頂級強將 對的 不管中法 看到一張荒墨牌 沒沒有興趣弄了 看一下曹瑞 曹瑞這幾次 黑桃 殺中人 黃蓋效果一般 對 效果一般 還一般 要能 兩刀 然後呢 黃蓋身上有個藤甲 啊 不過中央並沒有真的這個屬性 酒 先吃酒肯定不搭理你 這無國勢力 還是個短手 原主短手 鐵中 鐵中城 尤其只有黑桃殺 哎呦 這神祖兵 敵草主 赴我大衛 然後再來兩刀 這個窮兵毒物 再跟人家換 感覺虧炸的 是的 這是典型的窮兵毒物啊 如果說敢砸的話 直接爆炸 啊還好 你就冷靜吧 反正其實你們 這個局是不可能推曹瑞的 就只是說 酒 壓一壓 雷殺 雷殺 無主聖明 直接九殺 套材失敗 離劍的話 應該是先壓 哦 這裡很有想法 竟然在打孫浩的血 如果是我的話 我肯定會壓黃蓋的血 因為孫浩真的很難推 看起來好推 事實上難推 他一頓大過牌 然後赤頭都不用氣白 是 這邊主攻 看一下主攻 主攻應該是 不過場上滿血的人這麼多 可能這一輪也沒那麼強 相當於三滿血吧 哎 拿了個淘傘 樂都懶得用 愧對先帝恩惠 淘傘 反正可以 哎呦 這這幅牌已經沒有樂了 啊不對 這個樂是一個關的 還有一張樂 這個中遙很危險呀 要被樂了外面有無限毒條嗎 應該是 你看他這個脫條 嗯 也有可能有 就是十周年我不知道是不是讀條 就是沒有也讓你讀完 啊 就防止猜無限 它是一堆左定牌 這刀殺人 先想想辦法能不能 按破左定是比較簡單的 哎呦 它是不是有點想那什麼呀 跳板黃蓋啊 倒是也行 完全可以 這個牌給我就 就會去跳板黃蓋 它重駐就不跳了 對對 它重駐了就說明是 真可以跳板黃蓋 打的還是直接兩鐵鎖 直接冰封行為就完了 對 而且中遙活沒了還能反觀了樂 此兩千奇可應曹公之極 嗯 無懈可擊 叫無懈 殺 啊 這 就它是逼的火墨 完了反 對對 但是人家出閃了 樂不思思 你嚇得人家一跳 我靠這是 這是怎麼了 這竟然直接 殺我草瑞了 哈哈 你 那 把無懈倒是騙出來了 看一下外頭還有沒有無懈 無懈 還有無懈 還有沒有 無懈 兩個 反無懈但是有紅桃 這沒有逼的 沒有逼的火墨出來 沒辦法 所以剛才鐵鎖騰甲 這個肯定是要用火墨的 我也覺得 這個樂就樂住了 這點還是冰封 對吧 這不是主要是 我 我不在乎隊友 哈哈 我覺得隊友釣取 跟我有什麼關係 不是主要是孫浩 桃子也多 對啊 黃蓋只要不死 還是能苦出來 黃蓋盼著一跳吧 不然他為什麼要在 忠瑤的下家掛個唐甲 是為什麼 是 被被克的死 我天哪 殺 黃蓋 這真是由於有名見 對黃蓋慫了 慫了慫了慫了 中瑤也很極致的打 直接火殺 逼得你一張閃不敢用 效果都差不多了打的 可以 你還別說 正常來說吧 它是兩刀 它是先活墨殺打 它是直接先殺 很聰明 很聰明 有點意思 有點意思 越嚼也有意思 終於碰到了實力 跟咱倆相近的選手 終於碰到你了卧龍 哈哈 閃 這邊黃蓋都不敢苦了 這苦啊 好 反正是他是想先 想先破 苦呗 不是還有傲才嗎 管他有沒有名桃呢 隊友不救我就是隊友菜啊 跟我有啥關係 一如反掌 沒桃子憑什麼當我隊友 冬無水師可破 就一下 又一個樂 這次 這次是真絕版了 真的沒無限 大展宏圖 就在今日 曹瑞這個將 這盤是由於位置的原因 然後弄得 忠誠去推曹瑞 還是因為位置 南蛮入侵 看南蛮還可以左定 這個左定還是挺爽的 收益已經可以了 一屆之服 泊主聖明 操披沉屬 南蛮入侵 這簡直直恥辱啊 孫皓局又有藤甲 這都開南蛮入侵的 一如反掌 這真是看不起非法 這個鐵看不起 頂著藤甲和孫皓塔 舒索聖明 操披沉屬 我的天哪 哦是孤独呀 孤独行为 孤独是这样 一如反掌 诸葛可直接让他们明白 后头还有糖和酒 哎呀 再来三点伤害都不一定死 对 全力攻城 严退者斩 这什么要毒草锐的没睡醒吗 破草大功正在今朝 这 去毒雕蝉都可以呀 赴我大位 干嘛呢 为什么在推草锐呀 我感觉新手也知道不推草锐吧 不知道 可能是内吧 他想先打死草锐吧 这个解释还挺 你还真别说 如果是内 是先打草锐 不然后面就没人打 是一个 背水一战的内 你见 尝试费类 羡慕吧 我先救一下 紫棋这盘有点滑呀 十两千席 可应曹公之急 我没注意到有你呢紫棋 你在呢紫棋 战机烧纵即逝 你也在玩啊原来 开始了 紫棋也在玩 真的有点滑水 太没存在感了 我们要定义诸葛克 打草锐室内的话 那诸葛瞻是一个中 而且诸葛瞻第一轮 自己没拿乐 给了主公 让主公去用的 是的 无有三罪 未能除皇后 但是直接罪论 这个也正常 因为他顺不到重要 重要加一马 他还拿了一套 他怕自己又降 我感觉这盘的孙浩族 过牌也够多了 可能就是牌运问题吧 这是我们这三天 见得最弱的一盘孙浩族 之前人家都是 叮了光就是一堆牌 金光一顿锤 但这盘就 我们可以看到 就盘运不行 杀一刀过杀一刀过 玩得像个老关于主公 五谷风登 开五谷 开五 又是一堆铁锁 我的天 这铁锁两碗 太可怕了 要不 他没法那样了 刚才上一轮还有资本 随便挡 这轮 这轮不行了 只能做一些微博之事了 随便杀一杀过了 可以说这轮没用 铁锁连环 这轮要 刚才你都不跳吧 你现在 他已经是决定了 他已经是决定了 哇 我裂开了 这刚才那么好的机会 不 然后现在 刚才真的是能反观住 你看他 当时凉雪中瑶 草瑞那边 又有乐那么关键 还是被明见的 中瑶 他中瑶肯定 你活没两次嘛 对吧 活没救草瑞 自己吃酒 完了能反观了乐 黄盖又死不了 黄盖能跟着骨肉 而且还有两个桃 这轮轻的 不过 随便了 这打不死 直接一会儿要被 丑海 看一下能不能打死吧 要被人家捶烂了 这肯定不讲 这个是明的黑 就给中瑶吧 哎呀 大黄 你这是 就捶烂了 捶烂了 直接让人 上轮机会那么好 对呀 上轮的机会 真的挺极好的机会 桃又多 然后黄盖也没事 这一下 黄盖 都 黄盖跟自己都凉了 我的天 可以说 一如反掌 大黄其实是一个 就是我跟村长啊 谁 其实不管认不认可 就是 真的挺厉害的一个选手 但是 但是在这关键的比赛 为什么抉择这么差 但是这局 不得不说 打的是真的菜 我感觉他 他可能 可能 黑黄龙月最多的 可能是他此时此刻的自己 我感觉 他可能 都意识到 自己最严重的 这是 这是可以说是 富我大位 扬胜 还是 第二轮 没有做好 就导致第三轮 他觉得 我要不做点事吧 不然我真是 最弱的孙昊主了 强行 整个这么一下 一如反掌 这把真的菜 命啊 这盘哪怕是 给一个新手都能看出来 这盘的主攻表现的确是 冰封喷的 黄龙月 他没事 黄龙月 我们俩关系很好 他没事 那就行 那我们就多拍一会儿 继续 反正 其实之前 还有一个小故事 之前有一次 我打了一个争议排局 然后 其他选手 而且也没喷 其他选手就说 冰封怎么这么胆 黄龙月 就直接出来说 闭嘴 冰封有自己的想法 都闭嘴 反正我倒是 跟黄龙月 不针对黄龙月 但是 你确实 但这轮肯定 抉择是有问题的 的确实 对 最好的一回合 而且那一轮 好像那两个 无限是名的 中央手上 他铁锁黄盖 就算打不出效果来 能把无限都逼出来 是的 也是有可能乐住吗 也比他 重铸一下 两根铁锁梁黄 关键牌 反正是 的确是 打得不像黄龙月 有点像带打 可能是什么 绿龙月 他们不是有 好几个龙月吗 分不清楚 打得像个带打 反正太惨了 太惨了 反正 没事没事 调整一下状态吧 对 我们也没有针对的意思 希望黄龙月 后头加油 对 毕竟刚才是一分 这轮是几分 也不知道 那我们等选手准备 开始下一轮 这轮应该是 林淡 对 林淡 他是林淡 那我们 裁判等选手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 C组的第三局的比赛了 那是意思 他们还没有开始吗 那你继续再聊一下 再继续喷一会儿 再继续喷一下黄龙月 作为一名专业的声问局主播 为何在抉择性上这么的差 其实要是别人吧 像前两天的有很多犯过比黄龙月严重的多的 我都是比较淡定的 因为我觉得 就是不太了解人家 预期不高 预期不高 但对黄龙月的预期是极高的 你说你前行研究了这么多年三国杀 我感觉肯定是 就非常靠谱 但是 不过我们看后边啊 后边肯定会靠谱 可能是 的确是没有进入状态 对 好 我们来开始下一轮 又是黄龙月的主 能看黄龙月有没有机会 一雪前耻 真的得一雪前耻 看一下这一盘的酱面 可以说在比赛将之中 算操作感和强度算高的了 是以南门入侵 比较强的武将 南门入侵 看到了中慧 中慧在这样水准的比赛中 就是个铁内剑 火杀 杀 杀 又是切身的 杀 去打扣治 且慢 好 出了一个乐 我感觉必须乐许 要不就不乐 要不就不乐 要乐就乐许 反正给我 我必乐许 不是 你这个乐乐的真的很蠢的 这个局给我必乐许 许 是反 这个乐是绝对 我们来看一下谁对了吧 不是 告诉你 就两个选择 要不不乐 要不就乐许 对 你如果觉得许 许 是绝就不乐了 你懂的意思吗 这个 反正给我 我是必乐许 许 要是个反贼 一轮就给你垂浪了 希望他是绝吧 我们来看一下谁对了 给我我就不乐了 我们来看一下 揭晓答案就完事了 顺手牵羊 不过也被电 这是个顺 顺看一下 千万顺手牌 千万要 我的天爷呀 黄龙爷又没过 我的天 两轮过 炸了炸了 这个真的是 因为我跟你讲 许优是能关顶的 如果许优是反 对啊 你乐珠质是没有用的 对 但如果你觉得 许优是忠诚 那你就不乐了 对 村长是为大家 防止这个乐成为自己的 分析出了缜密的 所有类型的打法 对 但是 我们还是 开场 真的是 这个排局 肯定是要控许优的 黄龙爷是不是被 我的天哪 他听直播 听你喷的 这 被影响了吗 不能吧 我们表扬一会 难道是我得背锅了 在大局观上 他防止了一个顺顺他 我觉得也是 这血块呀 自己没有被顺呀 我天哪 被打打起没事 我就让内奸死终 内奸就是 就是用来死终的 就是 用自己 大量的血线 防止自己被顺 其实挺聪明的 所以为什么不自己控住呢 没法说了 没法说了 过河拆桥 快快不说了吧 怕真的 怕真的影响他 发挥啊 黄龙岳 如械可击 之前可是 力排众议 替我说话的人啊 对对对 力排众议 我们 你这个 就特别过分 给 给我是你的话 这个时候应该是由我来喷 你来帮黄龙岳找理由 哎呀 我太两面三刀了 你起码 起码他利用勒布斯鼠 吸引了一个顺手的同时 对 那个 你编 我看你咋编 对 吸引了一个顺手 对他手排 这个破坏的一个同时 还给于 不过还好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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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还好 反正没死 又没死 对 对对对 此时此刻的黄龙岳 是在多天以后 看复盘的黄龙岳 黄龙岳你要知道 兄弟 其实真的是 想替你说话 但是没办法呀 兄弟 无懈可击 没事 回头你解决的时候 对对对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你回头分回来 不然我觉得亏欠你 炸了 直接爆炸 就是 想想 翻盘点 太好翻 因为 许优 本身有防御 诸智 是 你这就算是回头 比如说 给你陈群给你补点牌什么的 也能杀大用 杀 我知道了 我知道黄龙玉的用意了 我真误到不是开玩笑 我们的赛制是这样的 如果一轮结束是有扣分的 黄龙玉觉得这局的将面本来就不行 本来就打不过许优和朱址 你强调一强 有道理 牛逼 这轮的将面的确本来是个输局 主攻是赢不了的 所以他故意打输了 这样的话相当于给反正美人扣了一番 我怎么咱们俩格局小了 哥哥哥太小了 认真的 我认真就说 黄龙玉这一轮真的 你许优你要定中就不乐了 这是正常逻辑 你要是 你就根本拿不准去乐个许优 下之位的人是一个很蠢的一个行为 这个我们不是在说什么 就是希望黄龙玉赶紧恢复一下状态 因为我觉得黄龙玉不应该打成这样子 就是说你拿不定身份 绝对不会选择一个 你会去乐一个诸葛亮下家吗 不会 对吧 你会去乐一个诸葛展下家吗 对吧 那肯定没有这个道理 能能观乐的人 你你去乐下家 上天太惨苦了 两次把黄龙玉摆在了主宫这个位置 是是是 两次把把大黄弄得这么惨 没没没没没 希望能调整状态吧 但是咱俩为啥笑得这么灿烂呢 好像有点掩藏不住呀 对 我们来看下局 终于不是黄龙玉主宫了 顺便说一下 这个是第四局 打完这局我们会 今天好快呀 看黄龙玉主宫 就是要容易让我们早下班 我天哪 黄龙玉是今天主角呀 看来 今天打完这一局 我们会抽这个 借孙上香啊 那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今天速度比较快 所以 黄龙玉为我们下班 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好的 诸葛展 诸葛展主宫 诸葛展主宫 后头还有个刘备 刘备是不是也挺像反的 我可以我可以仁德一下 你废牌 破了你的不赢 避免有浮光 对 我仁德给你藤甲不就完事了吗 对 藤甲闪电 但是他也没空 刘备先控到远之位的曹昂 因为曹昂也挺像反的 这个没什么 过河拆桥 曹昂 我诸葛展 反正不管我啥主攻 你忠诚要是选个曹昂 那就都别赢了 将军 滴滴看谁杀 打了个说 术将军 真乃国家 对先帝恩惠 麻烦导播把鼠标指引扶上去 因为视线有两个版本 我想知道这个是哪个版本 看看啊 哦 那是跳了 那是跳了 OK 那就是视线跳了铁法 他是可以选择 哎 则你选择一项 你选择一项 不是我们的那个两项 只能选一项 人家自当胸怀天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洪德 这边刘碑应该是一个反贼 这真正 对 技能就刻着骨弓 刘碑反贼 这个视线其实是有点弱的 这谁选的 杀 杀 杀 没杀 决度一下不治 要是能回血的话也没啥事 大展宏图就在今日 闪电 这次这次反贼选将都比较针对那个 复音 对 你我推心致富 细能相复 杀 杀 乐了一下不治 但是这个乐不治挺安全的 对吧 有藏王在 没错 无财满错 原本出 那人 竟不从之 好的 下 有我 价 不治 只能 不治 不治 这个价 不知道村长喜欢吗 有没有用过一个 有啊 我选 刘备很喜欢不治当中臣的 就是说你你你自己 哦 自己也可以吧 犯人也还行 进不成一极速不出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痴迷于用手细卡刷到白蚁 哦 然后就选了自己特别厉害 刚出来的时候是吧 对 现在显得就弱了 对 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太脆了 除非是什么 不治 配 呃 梁柱 筹策 没动 纵回 打出来过一次这样的局 嗯 诗蟹跳反 对 那就身为名了 对 这个诗蟹 这个内奸一定是这个中会 对 这个诗蟹 其实真的有点弱的 不是那个选择两项的 选一项 这边无限放布置出来 无限而且强乐 并且强乐 没事没事 能发动发动技能得了 花两张牌 但还是 很亏 很亏 不过 白蚁复制 我的天呐 我为什么丢两 哈哈哈哈 等一下那个布置留的什么牌 留的桃 我们来看一下 白银都丢了 留的闪和五蟹 他有点 你我闪就别留了 留白银加五蟹好不好 旁边有曹昂 关键是 如果没有白银的话 真的是大打 对啊 我就白银为什么丢 而且后来有刘备 他怕 怕什么吧 对啊 有曹昂在 这个太小心翼翼了 这个点绝对是 应该是本剧游戏最核心的点了 我感觉 我不觉得有什么收益能超过这个白银布置了 应该是最核心的一个点 这个刘备 借刘备 也还好了 随便吧 铁锁连环 反正 反正人家不想要嘛 这个也不能强求 哈哈哈哈 真的 对啊 狂半戳超 我以为你要说反正不想赢嘛 不想要嘛 就是我觉得旁边的藏 就没没必要 但是 他小心翼翼 小心点 也还好 因为这个不是那个老刘备加他 小心点 球闻 也说得过去 就能解释清楚 对 9 雷杀 你看都没人杀 别人杀 雷杀 打中了 疼啊 这个非常大 还有个后宫 无懈可击 这边无懈 那刚才那个乐真的很关键 如果没乐的话 白银玩一波 嗯 是的 真的非常了不起 在这样的禁卡局 能得到白银 是天命呀 但是贝乐太悲惨了 无有三罪 未能除黄浩 智伯约 我们来看一下刘备 其实咱俩在家半个城子 已经被杀戒 人是天下 三个武将 刘备张壤和黄浩 是吗 所以每次他说这个黄浩 我就想起半个城子 哦 刘备敢吃桃 那说明桃子还蛮多的呀 啊不对 这是技能使用的桃 嗯 哇 这个显示显示的实在是没看懂 显示的实际上真桃 我感觉好像他吃了一个桃似的 是技能 其实人得吃的桃 还有一个桃 一个真桃 还行 把闪给那个曹王补一补呀 给曹王闪真玉 自得 凶环 老刘备了 这个刘备人得思路还行 刘备说刘备的人得思路还行 而且刘备就真的还行 而且丢白银的那个布置一定是抱一个桃的 嗯 你懂吧 嗯 就是说不可能留别的牌了 你你你你都连白银都丢了 上能明辨 只能亏底 嗯 明剑 许优 顺手牵羊 无懈可击 保一下 其实八阵还是得下 还是得下 不然的话 无财囊所及 原本只 竟不从之 只能亏底 阿满有我良机 取济周 便是易如反掌 借刀杀人 杀 必须杀 就是由于视线的距离减二 产生了这样一个特效 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 对 距离减二 黄龙岳都想到这一点了 黄龙岳感觉比 比我领先了八分钟了 太牛逼了 你不要再调看一下了 我跟你讲 我没调看一下 不是 我这个难道不是 激进正面的吗 真的 黄龙岳领先了 所有人领先了八分钟之久 太有前瞻性了 因为我刚才不是喷了喷人家吗 我不得好好理解 这边联动 没有还好 就是刘备的宝还有桃子 就是让他们成功的活到了第二轮 但是现在就很怀念那个白衣石子 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丢了 要不这一轮稳定 反正过一万张牌 这个肯定是本局游戏的最大收益了 是 最大收益相关了 反正 可能是 说白了 可能是 玩布置不算太多吧 毕竟布置的这个将 其实对90%的玩家来说 算是一个非常冷门的将 对 他虽然强 但是实际上选的人又有多少呢 避意识之乱 求长室安稳 江南众义 东无上德 这样的话也只能是 从孙者生 重入一下装备 从留者死 得无单行 伏必双至 这么有底气的吗 还敢去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种情况其实还是要上装备 就是上两个以上的装备 再去抉择 到底是 根据摸上来的牌 再去想 你万一摸上来的是个酒 那肯定还是要 从孙者生 从留者死 滴得气是吧 对 你挂一个装备 如果抓上的是壶酒 你就 非常尴尬 多行不义 必自毙 这一波玩得倒挺久的 但是还是很可惜那个白银石子 太可惜了 薄荷拆桥 你还真别说 刘备这盘这个皮肤 就是你最喜欢的皮肤 刘备最贵的皮肤 对吧 就好不容易出个贵的皮肤 磕了好几百块钱才弄到的 我为两起出过力 八卦阵也没什么用 没效果 你看 打了一圈 阿满有我良计 只能亏周 便是易如反掌 江南众义 东无尚德 德无丹性 再配合一下 哦 出连怒了吗 看一下 感觉好像方片 出连怒 出连怒 那就推主呗 推啊 一马直接杀给他塞东西 塞废盘 诸葛詹在连怒面前没有技能 对 他 过河拆桥 是连怒吗 他打徐游去了 他觉得杀不够 也无所谓 看不清 因为这个牌我们弄不出来 弄不清晰 是有人 那为什么砍徐游一刀呢 都实在是没看懂 没看懂 对啊 你直接 哎呦 我的妈呀 这谁啊 那为什么 莫名其妙砍一刀 完了又来砍主 大家主公死了不赢 是吗 就是连怒面前没有复印的 还是 还是因为杀杀死中再杀主有得分呢 还是他觉得 最后不是还是打主吗 其实这个打主很好推的 因为刘备能破那个复印的 就刘备那边都能开始打 反正是反贼 一顿运营 然后最后 也没什么成效 还行吧 就是还有 有这个 还是 现在还 对这个联动 保一下还是可以的 杀一刀 他有杀的 这个接不走的 可以慷慨啊 把闪往过塞啊 我计较了 这这这给给中会闪 中会也是过牌的呀 不是这个草莽打的有问题啊 对吧 这可以慷慨的 他两张闪留的有什么用 刘备可以补闪的吗 他又不知道这个乐 对不对 他还听过 这个时候还不应该过牌 去找叔叔牌 还下轮直接激活 人师天下 德籍众生 江南众义 东无上德 嗯 反正就是 九 九中方的九叔叔点还是许优 对把杀给了 曹昂完了杀一刀是吗 人者自当胸怀天下 杀主了 新章闪 闪 这盘这个曹昂呀 非常非常关键 由于嗜泻技能的原因 这个曹昂在没有简易的时候也可以保护实现 更别说现在还有 所以就让 他们三联位变得很安全 然后极大的弱化了 侠不足才满腹 只能愿本出 尽不从之 九 阿满有我良记 取济周 动下一胸 凡章技能复出 其实这个牌局 对于非凡来说 只能找机会退刘备了 雷杀 刘备其实很怕 但那边联组下不掉的话 他们很危险的 是刘备人人得利手 也没办法 嗯 过河拆桥 接下来又是一波 这应该主攻直接去了吧 柳卫人得了那么多 再加上布置过牌 布置再刷一刷 自己当成半个老牌 进步从之雷沙 一闪一桃 身处乱世 技能重置 我们看到了两个AOE 双AOE 来久了 来久了这是要打输出吗 我们来看一下布置的手牌 这也不是呀 这为什么不去砸自己呢 我以为是 9 火工 刚才有两个装备的时候 为什么不砸自己 然后回收 不就又可以出发红德吗 打得很怪啊 多心不义 必自闭 哎 铁锁连环 上来的这个铁锁连环极大的缓解了尴尬 准备 准备让曹王收自己一波 铁锁连环 一波了一波了 这主攻死一万次了 江南众议 东无尚德 这一次肯定意志坚定的直接去打主了 而且随便扛看 随便扛看 这铁锁 铁锁 铁锁 逼逼看谁杀敌更多 千万别点错给个腾甲就炸了 那肯定都是不装 没有意义 装不装都没意义 等死吧 这一盘是由于反贼出发了一些奇妙的配合 然后由于位置的原因 每次许优他是喜欢先去过牌 然后再用技能 导致许优的确一开始 前两轮的时候的确是没法推刘备的 这应该结束了 这一刀就获杀 这是非常凶猛的 九州已定 主公 尽可放心 没用 不过 还有继续杀呢 继续杀 继续刷 闪 闪 逼死的局了 藏王也是 有我两季 只能非比 只能非比 便是易如反掌 当然也恭喜反贼获得这场生日 这局其实有几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反贼其实应该更顺利一点点 对更碾压其实 对对对 就是因为反贼的过牌要远远 因为毕竟中会白板 对吧 那个徐优被那个神装的刘备 以及曹昂克的比较惨 完了那个那个曹 曹瑞你说曹瑞跟诸葛珊本来就还有点冲突 你过去还破复阴 所以说 挺难受的 但是 其实布置玩的更好点 第二轮主肯定死了 是的 那个但是你说反贼还是有点小瑕疵 但是唯一的一点就是 刘备仲乐那个诸葛珊 那个关心有问题 就他忘了那个嗜蟹要过牌了 导致那个乐给添过了 是的 完了其次的话 那个曹那边可能 第二轮就可以退了 因为已经不用管徐优了 你捡一马连弩 你捡就推主的局了 你说他杀了一刀许优 许优最后也完全也没人推去了 不得不说 其实 虽赢但是略有遗憾 对 看着其实真的挺别扭的 对对对 但是刘备加布置 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国派 刘备布置 这次他搭个试蟹 对 然后他们这试蟹布置两个纯脆皮 然后正好触发了试蟹的那个 避乱那个技能 然后可以让曹王非常舒服的保护自己 没有减一也可以保护 然后反正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感觉当时就是曹王没减一的时候 直接慷慨 视线明显 许优是愣了一下 对 什么情况 这也能慷慨 反正的确是 反贼的阵容和位置都比较好 对 不过最终还是获得比赛胜利也是恭喜反贼 赢了就行 对 那我们也是四局中场休息了 稍做休息 我们回来继续比赛 好的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兵拜虎牢后 董相国火焚洛阳 携天子迁都长安 娇奢淫逸令群臣激愤 司徒王允施离间计 恶徒董卓终被吕布所杀 董卓倒台 王允和吕布等人 把持朝政 坐观朝安 乱世 怎会终结于此 汉世大限将至 至求自保足矣 身处乱世 分流自保 不如何力击之 所谓定刺 不过是立身之法 谁去当下 冰火一尽一尘 只不过是 那浮尘下的棋子罢了 黄龙祥天 离火灭世 天狼星光大胜 天下亦如可期 大道治理 只可一回 不可 不可 人传 麒麟出世 此天 强行东无也 愚蠢的凡人 自相残杀 姐妹其心 齐力断金 以我共享荣华 只有赢家 龙与妾身 共渡良宵 此火可助我君大获全胜 遗迹再连遗迹 与为夫直见其武 公邀青射柳 剑袖暗香柳 策我两马 披我青球 哄月华如龙 十分芳其中 兵拜虎牢后 董相国火焚洛阳 携天子迁都长安 交涉淫逸令群臣激愤 司徒王允施离间 恶徒董卓 终被吕布所杀 董卓倒台 王允和吕布等人 把持朝政 坐观长安 哼 乱世 怎会终结于此 盘世大限将至 至求自保足矣 身处乱世 分流自保 不如何力击之 所谓定刺 所谓定刺 不过是立身之法 时局当下 一切一成 只不过是 你浮尘下的棋子罢了 黄龙祥天 离火灭世 天狼星光大胜 天下亦如可期 大道至理 只可亦为 不可民传 麒麟出世 此天 强行东无也 大道至理 麒麟出世 此天 愚蠢的凡人 自相残杀 姐妹习心 齐力断金 倚我共享荣华 只有赢家 能与怯身 共度良宵 此火可助我君 大获全胜 一季 再连一季 与为夫 直见其武 公邀青射柳 剑秀暗香柳 此火可助我君 此火可助我君 一季再连一季 哄月华如龙 十分芳其中 兵拜虎牢后 董相国火焚洛阳 携天子迁都长安 交奢淫逸令群臣激愤 司徒王允施离剑计 亂世 亂世 怎会终结于此 盘世大限将至 至求自保足矣 身处亂世 分流自保 不如何力击之 所谓定刺 所谓定刺 不过是立身之罢 使去当下 你一剑一成 只不过是 我浮尘下的棋子罢了 可爱 静音 三け 龙龙想天 离火灭世 天狼星光大盛 天下亦无可期 大道治理 只可意味 不可名传 麒麟出世 此天将兴东无也 愚蠢的凡人 自相残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直接开始下班场 其实我倒是觉得好像今天的比赛能聊的地方好像更多一些 比前两天打得好多了 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比赛是会出现这种失误的情况 我们就是如何降低在比赛期间的失误 其实是一个关键性的 比赛身份局比赛森罗万象嘛 对 有很多陷阱选手难免会去踩 反正我倒是觉得今天不管是从弹幕情况还是咱俩情况 我感觉可能跟进排局的这个紧密度是最紧密的一次 我感觉希望下班局质量也提上向了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的话 裁判可以让帮主开始游戏了 开始比赛吧 没有的话 继续让冰峰聊 让冰峰聊 冰峰的作用要体现了 我们来聊一下 对 我今天想到一个很好的话题 就是再结合今天上半场四局 开始了 就是开始了 不用聊了 开始了 那这个话题一定要早就会聊一下 是一个很核心的话题 我们反正这一天 核心词就是破例 对 反正最近 有的是机会 对 反正七天比三呢 这才是个小组赛呀 嗯 借孙权 今天孙权挺多的 第二轮孙权 孙长你打比赛会选借孙权主 会啊 那你选的时候有没有像我一样 你张辽中 你忘了吗 你那把是怎么想到不忙我的 我一直没就会问你 我忙的谁呀 你忙的是张欣彩二号位 因为你八号张辽呀 你贴主位选个这么反的人 我反而觉得不像反对 可以可以 我那盘其实特别不敢选张辽 我怕背血锅 因为 你怕我忙你 对我怕你忙我 你相信这个主攻的实力 那盘我都惊了 不是八号位选一个那么反的 就反正就比如你八号位选个貂蝉 对 你是不是就不愿意忙他了 所以我就没愿意忙你 因为你是反我后头打你 我那盘选强说是非常紧张 和那个 非常非常紧张 没想到赢了是吧 没想到那盘可以可以 还是有曹批反的情况 其实那一局可以多吹量 要不我们把那一局录像拿回来 对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局 孙权主 勒了一下二号黄盖 勒了一下诸葛瞻 那他 这的勒 你觉得他定 这个勒黄盖 勒得好奇怪呀 这个匠面 你觉得黄盖 如果是一个反贼的话 那忠臣是谁 只有王姬就没了 甘宁什么那些都太弱 朱智什么 给我觉得这黄盖是民宗啊 对不对 这里头像忠臣的 不就是黄盖和黄盖吗 别的当忠臣 我都不乐意 那为什么要乐一个 这么像忠臣的黄盖 他可能 他可能 我不知道 就是直觉嘛 他的直觉 就这么讲 他既然都乐了 那就证明 他的直觉觉得黄盖是个反 黄盖打武器了 我们来看一下 黄盖是什么身份 到底是我 怎么又是二号顺三号乐 那就没办法了 那只能说人家 这个匠面 黄盖独忠臣很正常的 对 那就没办法了 人家有武器 乐不思蜀 这个周方的技能诱敌 跟以前朱环的诱敌 几乎一样 那这局的忠臣是谁 那诸葛瞻就像忠烈 那为什么要把诸葛瞻的乐顺下来 就黄盖如果是反贼的话 那不是诸葛瞻就是忠臣了吗 诸葛瞻跳内 对不对 你看这是不是也一个逻辑 那就怪短盖了 他站的忠臣 这个身份局不就是 一个排除法吗 对不对 黄盖自己跳了一个反贼 那这个匠面里头 诸葛瞻就很不像反贼了 因为在我们眼里头 甘宁和朱智都很像反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王继一定是忠臣 谭孝间主公已经被打到死血了 这 这这这这 这一局又是一个速推孙选举吗 无中生有 这边旗帜和奋机是有配合的 下掉了甘宁的距离 保护主公 铁锁连环 声东击西 敌寇 再启示一下 启示一下 铁锁一下 甘宁和周坊 对吧 没念错 铁锁连环 无意不在此地 这手牌质量还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王继的手牌 还有赎兴杀和南满 还行 这骑手牌还可以 奋勇当先 威名远扬 吓得甘宁 直接 直接抵了 桃园结义 完了 直接开桃园 抵的还有点草率 太草率了 对啊 这怕什么呢 他没闪 这只能说甘宁没闪 他怕 我们来看一下甘宁的手牌 声东击西 我们来看一下甘宁的手牌 快点 看一下甘宁的手牌 有啊 那他怕什么呀 那那他在想什么呢 对 这个开桃园真的太草率了 嗯 慢慢入侵 还是得推进呀 杀 想让主攻赢 也只能是 赶紧压压法 这个倒是没什么问题 火杀 点一刀 冰凉寸断 冰一下 虾之位 什么旗帜呢 通穿巨粮 伐无之夜 等步步回营 嗯 冰凉寸断 为什么没旗帜 断发之金 不是据生风 不想旗帜 杀 杀 吴之心意 直接跳反了 冰输七条件 如灯护主公快走 吴还可以站 断机 这样的话 朱智也是一个反了 指甘哥修战事 不知跳反了 那周太周 嗯 板贼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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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杀 想把主攻 直接一刀砍死孙权 得了 又来了 对不对 我们要不就直接 周泰砍死孙权得了 少让反贼得分 这拆孙权发动技能 有乐 有乐 这咱们看不到 被那个片边挡 就刚才那个黄盖顺的是吧 我们都忘了 这边挡住了勒布斯 我没看到 冰凉寸段 不舒服 再看看南盘入侵 甘宁的氛围交的事 有点太草率了 我感觉 草率了 多伤 两个加一个桃园都伤 当然他肯定是怕 当时怕这个大铁锁 又一个桃围 回复一滴 我来个杀一刀 他可能 杀一刀猪质吗 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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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先杀一刀 然后技能肯定是要用的 请鞭吃我吧 攻击 幸亏先杀了 这里继继继继续跳内 重整旗鼓 分兵再战 谁在上前一步 我叫他血剑当场 肯定是朝着 朝着周泰打周菜 这里甘宁应该就不敢去拆手牌了 拆拆装备 拆拆兵 直接决斗 雷杀 杀 秋桃 有桃吗 那天也是血太少了 十换局 这局也够的 其实还是那句话 干脆直接杀了主德 其实我这局 只能说黄盖其手有个无限 乐是乐对了 就是说严帝判断黄盖 前阵反贼的输出非常高 然后 其肉黄盖就打崩了 完了后头再加上 朱智什么的 有距离 稍微打一打 朱智干净都其肉起了距离 都杀了一刀 王姬的作为忠臣的主动性 虽然强 但是 开主攻也挺伤 是 反正总的来说 当开场主攻被打到一个不太好的状态之后 的确忠权也很好玩 而且孙权本来就是容易被推的主动 没错 那我们这边选手准备也没啥好聊的上局 正常一个孙权主速推局 这个是我们平时玩常见的一个局 而且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就是你每次选孙权主的时候 有没有其中一个小心思 就是为了压榨内奸的 有这种心思吗 没有 那刘被压榨内奸 孙权压榨什么 孙权不是内奸最讨厌跟孙权单挑吗 只有孙权被内压榨 主板内的时候 内奸不是往四里压榨你吗 去年的老炮杯 几乎都是内奸被孙权主压榨 因为内奸被道德绑架 每次无脑袒抗孙权 最后单挑有打不过 然后老炮杯里头 内奸不愿意怎么样 对 不是 我是说老炮杯里面的现状是 那个孙权主攻压榨 还好吧 我没有 这种一般你压榨的前提是孙权不要死 像老炮杯尤其是像上半年 昂赖打的老炮杯 大家极限关将孙权还是挺危险的 其实也就今年才开始孙权的胜率 才下降 对对 去年的话压榨的非常明显 好 那我们这边准备开始下一局吧 开始下一盘比赛吧 选手们也不需要休息 其实我们蛮人性化的 一共才打八盘 中场就休息一下 打完一把就休息一下 主要是今天我觉得要挺快的 赶紧快快的得了 对 好 我们 孙亮主 黄龙岩给我们不一样的选择 孙亮主攻势 非常依赖 忠臣必须选武 必须选武 这里头孙修和朱环 周泰 这边顺了一下 二号位的修 孙亮主 二号位应该是铁反了 看似这么多武将 张春华是什么 啥 我的天哪 这是看不懂 张春华 子能系个内奸 原本出 就是公职 实为监视 撤证 拆一张 赤铁专资 必谋而诸之 九 阿满有我良心 取济周 便是一种反掌 无有良略在怀 只能亏为阿满所需 黑糖 哦 无事发生 射焰 安其心 怀策 必其命 燕珠 没事无所谓 打不到就直接杀王平 反正我就是要用一下技能 立于朝堂 定于军心 再摸一张牌 反正 孙亮主公 获胜的法宝 就在于 源源不断的 给自己的队友 去摸牌 不过也仅限一次 我们看到积分情况的话 行王道之教化 学后积而博霸 晨晨 晨晨子七 孤独孝宫 比较领先 陈陈陈今天分好搞呀 嗯 孙修也是给春哥和主公过牌 孙修孙亮 这主中的选户也是够 够浪漫的 沃龙奉楚 无荡飞军 罚叛乱 阵蛮淫 王平跳反 压一下孙修 看有办法应对这个藤甲梅 这一样出现了张春华 不过无所谓了 反正晋级了 放飞自我吧 想选啥选啥了 没有 可能他内奸 内奸就想个春歌也离开 也当不成别的身份了 这盘很纯闷呀 又无事发生 好吧 我把那句话收回来 这是放飞自我了吗 放飞自我了 你真是个反贼 我天哪 好久没见过春歌 春歌出场了 真的 老婆被上次春歌出场 这多会儿我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太久了 我印象中就没见过这个将 有一次春歌主吧 好像是忘了 真的 春歌主还挺强的其实 我记得好像就有一句春歌主 但是真的是忘了 诶 诸华安跳反了 但是春歌跳一个反贼 主中方要开心呀 必须开心 这等于反贼降低一个降面呀 但是孙修已经求逃了 不过主中还是将更弱 还是炸了 这孙修一死也没得打了呀 大吴的未来 这再也看不到了 好杂技啊 主要朱环 朱环中还弄出两装备 朱环还是个反 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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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激活猪,诶,这个猪黄要死的感觉啊 丢一张牌是吧,还能啪一下 撒一下 没咋死,我们看一下火头的虚优 虚优还是恐怖 平虾了 刚才桃子吃到哪儿了 吃到王双了 还好修一个东美的这样子的话 一反贼王双 张春华更弱 阿满有我良静 取济州便是易如反掌 瞬间 狡猎在凶,良静速出 看周泰忠不爽 看周泰忠不爽是吗 还是他刚才就想砍一刀 把身份挑清楚 把身份挑清楚 避免后头的反贼疾惑他 别打我了,我内奸 对 不过,反贼呢,只会打主吧 冰凉寸断 反贼没啥能力啊 应该都酱油过 一个乐一个酱油 南蛮入侵 风驰电撤,正拳不带 锁定地 徐游跳了 小内的话 感觉也肯定不会完全跟随三个反贼 去游家周泰的 这只是表一下 这下的话真是徐游了 都看徐游了 反贼王双和 张春华也没啥用 特别是王双越到后边越没用 那个王平 王平越到后边越没用 阿满有我良计 只能挥笔 便是易如还掌 但是王双在续报 这小子 屯杀续报 他只要不挂刀 你会找个机会鸟人 是吗? 对,他找个机会 过河拆桥 想尝试 这个 直接一刀打 算量四滴血 拆了距离 乐一下 山地齐驱 也挡不住 非军破释 齐掠兵素 敌 未能料之 军队 军队压血 军队压血 两个闪 要不直接带个距离 丢两闪 过得 干不干 丢两闪 是丢两闪 是丢两闪 有点破例 可以吗? 哦 诶 火攻 他这是四张杀 可以啊 就堵了一下判定 那就是不启动了呗 先火攻 就不可能启动了 他的完美是直接 先暴击 体力上限再火攻 他再续报 对,他就是继续续报 闪阵八血 立于朝堂 立于军心 过河拆桥 拆 勒布斯鼠 王平无限 哦 连弩 出杀 不过那边是王霜 根本不怕 这边勒布斯鼠 中乐 其实这个王霜 哎呦 这盘还真有可能 这这盘有没有可能王霜表演局 我觉得是 这个完全就是 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了 张春华我们看到刚才 他手里是可以去上 只能做一些绵薄之事 有机会啊 9 阿满有我良迹 只能忌 便是一如凡掌 能凶 良迹速冲 这敢不敢觉得 张星彩没有闪 呃 春华是吧 哦 张春华 嗯 他有可能 觉得张星彩需要丢完闪去发动伤势的 嗯 那稳当点就打王瓶 因为王霜雪实在太多了 他还是稳当点打王瓶 哎王瓶没闪 还行 火上 这边王瓶求逃 好像没有逃是吧 没有 死了 那间简直是厂商法 其他人都刮皮啊 什么玩意儿 也就猪黄还行 然后 最猛 哦 这边春哥又要飞滴血 完美 现在真的变成了 谁 谁猛谁 如何找内奸呢 就看谁猛 这个人猛 他就是内 哦 过了 张春华没打死 嗯 还还没 还能动 看他能不能把张春华打死 张春华是没闪的 那我觉得反赢了吧 哦 这边没打死 那我们看一下王霜的发挥 我觉得 基本可以恭喜凡贼了 哎 刚才冠师傅呢 没有 没有冠师傅 那个他是看起来讲 其实呢 过拆 哦 刚才看错了 铁锁连魂 可山敌一千 铁锁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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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刀 可以了可以了 张春华 打成这样可以了 可以了 上轮冒着危险丢两张闪的效果还是有的 嗯 游戏结束 游戏结束 我喜欢 掠夺沙场的快感 真的游戏结束 这就是续暴的优点了 我血多我就一直续暴 哎 这个王霜也是能忍啊 我喜欢 猎夺沙场的快感 王霜表演秀 哦 无财满足 我一天魂出 让我存知 王霜终于为自己证明了一次呀 对 之前一直都是脱后腿的存在 主要是这轮 王霜摸杀也摸得多 给予他这个 的确是 他这个杀的密度太高 早早就虚报了很多杀 所以他 上一轮 在那个主攻 手排多的时候 再虚报一轮 选择还是很很正确的 第三轮的时候 嗯 对第三轮的时候 杀也很多 他当时可以忍得住 挺好的 最后一波直接秒掉了主攻 而且反贼死 反贼没几张桃 也是说明主中方桃多 但是桃还没有救起来 是的 反正王霜这个将 原主位也还行吧 最主要就是能不能虚报 赶紧速度 对吧 这样子 反正 这盘王霜的表现是不错的 好 那我们也是等 这局也没什么可讲的 大家也没什么 就主中 主中的这个孙修 他们说是觉醒的 可能跟我们知道的 那个不太一样 但是孙亮主 我觉得还是弱 还是弱 还是弱 孙亮主公是一个 脑补特别强的将 但事实上不行 就是还不如去选个孙权 什么的 可能 肯定是不如孙权的 可能 黄龙月是为了体现一下 他这个 对这个 武将池的使用 对 比我们宽 比我们广 所以要选一下孙亮 那行 我们等一下 选手们准备 我们开始第七场 第七场 顺便说一下下一场 我们会送出这个 十周年服务器的文秧 这也是一个限定武将 这个武将 什么时候可以上我们 online 不知道呀 非常好玩 多次进化 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就看过他的 因为他这个形象也比较帅 比较帅气吧 跟你的长相特别贴合 我就非常非常贴合 颜值几乎有点趋近于我的颜值了 所以我就研究了一下 可以的 那行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 开始下一个比赛吧 没准备好 冰封就要开始吹牛了 冰封讲你刚才的那个话题 那个话题破例 对 就是 就是我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 三国沙玩家 他可能有很多进击 比如说 最基础的一步 就是把所有的牌和武将技能清除了 然后再往上 就是其他的乱七八糟的 有很多包括排序啊 免人能力啊 但我觉得最顶层最顶层的 最后一步就是破例这两个 就是就是敢 敢做亲中的行为 是这个意思吧 哈哈哈哈哈哈 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 别人会觉得呀 我怕 对吧 就别人 也许忙一个人就觉得呀 这万一是个中的 是不是会被喷呀 怎么怎么样 很究竟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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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但是我们要有这个破例 对村长所表达的意思 我还是听懂啊 哈哈哈哈 但是我们这个破例就是 管他喷不喷 反正我好几号是同时在玩 哈哈哈哈哈哈 噴 噴了我切掉就好了 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我感觉你对我 就是那么多黑狗那么了解 对啊 反正好多嘛 你不是很忙吗 你难道 来那么多时间去研究这些呀 你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吗 这个人我真是 是国家主啊 是的 国家主公 好久没见 国家主公 你觉得强不强 呃 看机友组合吧 你国家主只能是一个 主要看队友强不强 对防速推的 但是我觉得国家主嘛 你会玩的局 你国家还是被养着打的 但是主要还是看有没有机友组 对 或者AOE偏多的局 对这个局的话 可能跟官平 官平孙权 其他的 好像 官平孙权 李局 这三个将 有一些配合 其他的 一般吧 高楼环宇 土木芳心 火山 死为天下大同 嗯 龙银 过到了一个 官平过到了一个 官平 官平过到一个 官平 对 就像张飞装备了一个张飞 决斗 决斗 还是像 卖血亏的呀 杀 卖血亏的呀 哦 亏的呀 为什么卖呀 不卖 他想卖嘛 要不卖不就白板了吗 他卖了就死了 哈哈哈 不卖不就是白板了吗 我们是选白板主公的人吗 对对对 雷沙 高楼环宇 土木芳心 此为天下大同 我们来看一下 深泉 小志恒 哎 小志恒 过了 过了 他就想官平那一波 是吧 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打赢 嗯 坚守此地 不退半步 曹仁 比较过 俩酒一桃 杰命掠财 毫不费力 万剑奇光 万剑 这个是国家主喜欢看的 嗯 闪 李爵 李爵是不是到都已经强袭不出来了 全类阳袭了 有可能 一旦 被压血线的话是非常尴尬的 天佑大卫 禁收万里和声 就这 看一下国家 啊 又弄到一个观评 这有什么用啊 俩关 三个观评了 需要杀呀 闪 闪 闪 杀 再来一刀曹瑞 曹瑞要炸了 骑手死跟曹瑞 这你能信 什么情况 八号位就这么惨的吗 选啥都被推了吗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看一下南蛮入侵 开吧开吧 不过曹瑞这一波 拆一下 拆主 拆主 挑反了 顺手切 那就很尴尬 这尴尬大法了 李爵赶紧 武蝎是拿了助理出发 被吹死了 无蝎可及求 早说了别卖别卖 卖了就死了 这盘几个是 我有四个无蝎去拿这个距离 那主公是要去了吗 这个排局吧 就在主公的视角里面 就像我们开场讲的 跟他有配合的也就孙权 观评和李爵 所以他要在这三个人中去抉择 不是曹瑞也挺装 曹瑞挥托给他 又天度又那什么 有没有道理 但是曹瑞 他没回头给他 所以 他就感觉 只能去相信 那三个人中的一个人 这边 直接跳反 不是 直接给那个观评挥托 然后观评直接收他一波 决斗 再决斗一下 这 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局 这一局 我不是 我们来现在分析一下 黄龙岳能不能进局 啊 那得 黄龙岳 如果今天再进不了局 就两年进不了总决赛 岂不是很好 哎呦 这咋莫名其妙 郭佳也死 还聊这个 今天好几局 这国家主直接被推了 哎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 这局 你说 都不知道呀 国家乱卖 对啊 国家乱卖 对吧 他也没定义清楚是吗 观评也装得好 一直在那儿演 这个演员呀 真能演 完了自己最后 我没想到自己被推死了 玩家与玩家之间的信任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 被这个这个消耗掉 破坏掉 是的 那个黄龙岳啊 是不是又输了 好像那个终结画面 我们是看不到 他的身份 对啊 我也没注意 不像 不管了 我们都等着准备 把这一局没啥想 是比较危险 是非常危险 反正 对啊 我们就想黄龙岳这局 这次再不进 两年也没有进总决赛 对吧 去年总决赛是 没我 没你啊 你也给输了是吗 对 你当解说出来 你也给输了 我发现你最近在做很多文章呀 你不是挺忙的吗 你就不能把那点时间 没有我忘了 我可以确定 我可以宣布你是我头号黑粉了 不是不是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我这不是故意的 我都忘了 忘了忘了忘了 我只记得去年我冠军 今年 今年不是有机会吗 今年不是已经进了吗 对不对 希望总决赛好好的比 对吧 对 总决赛我们 是 总决赛我们这样吃一样吗 应该就是现在这个四周年的这样吃 或者到时候会有一些更改 那就不清楚了 好的 反正基本上就是这些 对对对对 那也挺好 那咱们其实挺占便宜 咱们看了这么多实战 见了那么多坑的 在心服的坑手 咱们就不会去执行这些坑手了 对吧 是那我们 我们现在 准备是最后一局 最后便预告一下 最后一局我们会送出这个 祈福武将 还送祈福呀 对 财大气粗呀 对对对对 每天每天来看直播要送几千块钱 是说一号到七号每天都有祈福送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简直无敌是吧 祈福武将今天送 酷卡送 张奇音 对对对对 张奇音 非常强大的个将 对这个张奇音这个武将还是挺好的 类似神兆云 对功能性比较多 对 能做的事 全身都是宝 对能做的事 就是 这么嚣张 直接诬陷你 然后就诬陷你怎么样 乐不思蜀 场上一共也就俩无国 又回归了孙好主 好久不见 今天孙好主好像还没赢过呢是吧 对 咦 这是 咋了 明眼呀 明眼了 最后一局开始空分了呀 直接当场明眼 这 过分了老哥 我天 一不变 应万变 好人 跳中了 无限 无限打出了无限 打了无限的无限 是跳法 二号明眼 都没法给二号了吧 你这 二号 完成这样 就没法给了呀 雷莎 杀 好友 连诺无限再见 嗯 有限 浮运将近 这是内罚呀 南郡 长年 内罚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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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间曹仁 这样的话那也只能准备好三把四了呗 那间肯定是被迫要跳的 自古就是邪不胜正 反贼的反贼思路现在就不管了 让内奸去打中了 他们就决定杀孙浩了 对三个反贼无脑打孙浩吧 反正这个位置 算好位置了 都可以锤得到主攻 把最危险的这个连弩下掉 杀 杀一刀主攻 反贼其实好难打了现在感觉 众人与蝼蚁合一 打过牌 先火攻 火攻藤甲 薄荷开桥 先拆也可以 先拆更好 先拆更好 小心花色就够OK 但是先拆就 嗯 我问一下董女 还是改日吧 这单纯的就是想打死人嘛 对 我那边亮了是一个酒 嗯 酒 把酒 把酒打出来 冰凉寸段 切冰 桃子是必须吃的 对 送牌就送牌呗 你不吃一会儿没了怎么办呢 担帮定国 都尘子分内之事 哎 算了 算了 这个明眼的人原来本来就是 孤一 二号位不想跳成分 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大气层 现在积分情况 第一名是 今天成分表现的真的是 这么高呀 对 第二名 子齐子齐 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选手 这个不得不说 是的 今天还能体现出来 第三名 孝公 孝公是一个一区老的置顶玩家 就平时我对他的定义就是老爱选一些弱将 当我都觉得一个人选弱将 那选的是真的弱 那是真的弱 当我都觉得一个人选的将弱 那他是真的弱 就在一个不关将的人面前 都觉得他的选弱怎么这么奇怪 在不关将的人眼里张继都是强将了 还有孤独 孤独本来就是一个打牌很强的选手 一个竞技选手 但是他第一次参加身份局的比赛 表现得也非常的不错 再往后谁啊 三七 主公面前 炎帝 岂如小人 炎帝 长安 炎帝 长安 黎歌笑 这些都是有机会的 昨天那个 第六名是多少分的 二十八 哦 那我们来顺便看一下 到底谁进去 闪 顺手前阳 顺 是那个南蛮 哎 他开南蛮 其实还行吧 好像他必须开 你看一个舍燕藤甲 过河拆桥 哦这边一顺利拆 手牌质量 哎呦拆了一个桃子 不过这五名血根本打不死的 他要先杀 那就不拆了 不不放了 嗯 他要放了 他要是 要放的话 肯定是先放 主要他是有反五线 让乐乐主 这边的话 一血的人还能卡一下那个 难道一切不在镇手中 一血 牛排 闪桃酒 啊 四 四 基本 基本牌 全阔 借刀杀人 借刀 指刚哥 修战士 杀 这个将 真的强呀 而且操作也简单 就摁一个人摁确定就完事了 这把主攻 赢黄龙月能晋级的 因为前几个人跟他分 拉没拉太开 是的 所以黄龙赢黄龙月31分呢 对 黄龙月这局非常 五字有办法 他的队友孝公本来就晋级了 哈哈哈 本来就晋级了 干脆我们就松松别人 哈哈哈 哈哈哈 通通黄龙月是吧 呃 校工 这个玩家的表情也应该跟此时迷竹的插画一模一样 为议设财 有所谓 反正推了半天 最后主攻却越来越多 当前已经是最后一盘了吗 对最后一盘 真快 今天 今天是这么快 就是邪不胜正 因为好事呀 今天主要前几局太快了 有两局的生拳主 对 由于某些选手 导致了 铁锁连环 铁锁一下 主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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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视角里面 主钟的牌有点多 难买入境 咋不死的 攻势为重 男蛮入境终究还是要看 无事也罢 杀 说明了他自己 说明他还觉得自己不想死 因为他毕竟曹冲那边有装备 嗯 他也觉得这个南蛮只是为了打死 决斗 决斗一下 迷竹 男蛮入境 男蛮入境 还是改日吧 真舒服 就相当于 不是相当于 就是反正就完全 不怕 男蛮入境 但对面四个人都怕 对 我刚才看单目上有人说 这个怎么送 起伏武将啊 就参与这个上电视的活动 对 它是一个系统 对 你点那个上电视送那个虎粮送的越多 你抽中的机会越高 呃 虎粮这东西也是免费的吧 是免费的 当然有的人好像为了那个 还充了一点 对 但是基本上是免费的 公信 这个不是本意 其实就是想抽给你们 这边 宠人与蝼蚁合意 哈哈 三号 瞬间火攻九杀 五天 五天 这个点 他应该是丢方片的呀 万一对方亮草花 你不是炸了吗 你就是在打心理战吗 什么的 丢方片好 方片那么多 看下瞬间 哦 瞬间 是要瞬间 人心牌是吗 对 嗯 黄龙月这轮还是 打的还可以 给予他赎罪的机会 然后是一个都没送走 两架装备一个都没送走 九 那就死不了人了 哦不是杀董运能死 董运是跳过那个 那个那什么 闪 但是董运有闪 那没办法了 这边 朱智 可以先安国一下 自己摸回距离 陈子分内之势 但是没有出距离 出了个加一码没什么用 阻止有啥就打打内吧 偷装备 困局即刻得减 还的确是 稍安勿躁 对于长安来说 也必须拿到更多的分 是的 其实几个人都挺危险的 嗯 呃 拿句话 别客气 这边弥足这轮轮也能算出十三点 也是可以 这轮弥足真的是主中方的大功臣 嗯 其手怼死了一个无限 后头一直保证着保 还能怎么样呢 主公面前给 启荣小人般能细备 外头有无锡毒条吗 小内看一看小内愿不愿意用装备 这是卡了吗 没有不是卡 这是咱们显示这样的 其实他即刻就到 我还以为怎么了 吃糖 两国结盟 你我都是一家人 五愿邪弩争战杀场 够牌 主军一战 嗯南蛮入侵八镇 哎呀这南蛮入侵真是 对 三个南蛮入侵还是给对方造成了很大压力的 这要不是什么 嗯 孙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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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智 弥足 疯狂回复 一般的阵容还真顶不住 对啊 这如果是什么 孙亮 孙修 早被打爆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吴中生有 开吴中 吃呗 不要吃点 两国结盟 你我都是一家人 过河拆桥 拆到距离 保护一下自己 火烧 果 8 冰凉寸断 机会 冰凉寸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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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e 冰凉寸断 难道一切不在这手中 无中生有 没用的牌 这个毒条一直是解围毒条 对 一直曹人那边的毒条 万箭是彻底没法开 反正就杀呗 能杀谁呢 杀谁都杀不到 这张杀竟然杀不到任何一个敌人 非常的尴尬 这是准备两套 然后准备继续拯救一下迷主 这边安国迷主了 这个藤家 不过反贼也慢慢把状态撑回来 这一局可能觉得前几局太快了 还没有最后一局 这局可能还真的是要 这边方天九 看有没有 一杀三 带了曹人 冯允 哎呀 哎呀 这一小竹子 小竹子立大功啊 对 再种一下 再种一下立血功 哇 立血功啊 就在你家里是 功有三个功 立功 立大功 立血功 对 背锅 背大锅 背喜 这个小竹子 太牛了 我们还刚以为 这个局 要很慢呢 要很沉寂 反手一下一刀六血 这么猛 打出了六倍数 不过 神章的曹冲 对有一血 其实还安全 死人是 不会 对 主公这边还有两个头 对 双方就互相拉扯吧 各种家学 资源家学 然后 其实蚕食也相当于家学 但是呢 这样 牺牲了曹冲两张牌 三张牌 曹冲用三张牌 保留一下能力 顺便说一下 中奖的朋友们 不要急啊 那个 你们私信 回复一下 这个官方直播间的私信 我 我虎牙这边会在 不忙的时候 尽快 对对对 安排奖励的 奖励的发放 这个是肯定是会发给大家 大家千万不要担心 小鸡 好差的牌啊 五张闪 五张闪 拆一堂 弄掉 寒冰剑 防止 回头 有这个 寒冰 下掉 曹冲牌的可能 刚才 诸智一下 还是挺凶的 哎呦 你看 自从诸智 打出了六点输出 以后 这对于主中来说 就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呀 这样的话 牌 操作的空间 非常非常大 他可以自由的 垂到场上的任何一个人 他们甚至可以继续来 牺牲 尝试牺牲曹冲的回合 对 杀董允吧 肯定是杀董允 这要不杀董允太菜 杀 杀董允 闪 没事 反正诸智还能打到 无中生有 这样的话 安国没有任何效果 对吧 是 因为医学卡住 不过 死不了人 一课家 一诸家诸智 简直 再号一号 无限 这样的话 我感觉曹仁 要开始 偷弥足的官司 又来了 立功 朱智立功 朱智这 轮轮这样子的吗 吓得曹仁赶紧翻一点 这个朱智 这么狠呀 这方天 坚持住 远兵即刻就到 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 给不了 但是他可以 哦 他是有点纠结 应该纠结 因为害怕 草丛翻过来 是 是 要打的吧 打吧 肯定要打的呀 朱智那么凶 自己也不能差事呀 回满了 我的天呐 那么接下来就看 好处能不能翻过来 那还有个迪罗拆桥 这边他们还是选择去拆了距离保了一下队友 嗯 他就给自己呗 给自己 然后 主公面前 主公面前 岂如小人搬弄是非 过河拆桥 没有给自己 给香香 这肯定是想让 难道 一切不在镇手中 真的巧呀 这个牌也还行 还好 还好 没距离也打不住人 那边八卦阵还 先去 限制一下 还是要 开五 开五 切可及用 铁锁 但铁锁也铁锁不死人呀 因为 曹冲那边有一个铭的装备 可以消耗消耗 铁锁连环 跳板 对 当 纯当跳板了 接下来锁谁是个问题 锁孙上香啊 反正是 铁锁连环 他还是选择了 选择了锁两个人 嗯 坚持住 援兵即刻就到 必须打 锁都锁了 为什么不打呀 为什么不打呀 你看 他决定不解铁锁了 他决定不解铁锁了 单杀送上香了 也行吧 因为毕竟香香没有在铁锁上 是的 有名刚备 还真的也行 因为那边还有称相 称相 来 再来一个 继一杀三 不能吧 再来一个一杀三也行 冰凉寸 哦 真的 一杀三 哇 我的天哪 这谁顶得住啊 真牛逼 这 让反贼们不拆 壳下就是传说中的虎牢官吕凤仙 这比吕不庸的还累 这太猛了 什么玩意儿 这 荡场摁死了 逃人 反贼不死 反贼两翻面加一逃 哎 但我感觉反输了 被压爆了 真的被压爆了 每次曹冲 这打不死人了呀 他们能力 能力 足以打死朱志和 这个朱志这把一战成名啊 不是方天化己一战成名 哎呀 一战成名 人 那个方天化己人称小万箭 对 比万箭都强 太牛了 这盘这个 我就看他们拆 要不 我就看他们拆不住 听说你们不拆方天拆杖八 对不对 听说你们不拆方天拆杖八 我的天哪 自古 这盘 就是邪不胜正 这盘的反贼和内奸 被这方天 打 打得太惨了 这盘 这盘 闪电 恭喜主公获胜 避免 众人 与龙 以何异 黄龙月晋级了呀 赢了 对不对 顺手前扬 三十一分 最后一局 三十一分 炎帝输了 你还真别说 晋级了 可以可以可以 也算吧 这个肯定是比福光强 哈哈哈哈 伞 哎不对 黎哥笑 要不我们就别算了 等一会等 那个裁判 他们算完结果 哎呦不对啊 过河拆桥 第六 哈哈 我们一会看结果吧 嗯 不过我刚才曹冲 有装备怎么样 应该比保陶仁 我觉得他不应该保队友 因为曹仁的能力 我觉得比队友强吧 当然也不知道 这个朱智呀 谁能想到朱智 这盘这个 太猛了 这盘朱智是全场输出 最高 你还在一杀 你看一下最后 哎呦没了 没了没了 这次这次应该又能给 这次肯定加朱智了 能加吗 能加 但是他在想 我也要输出 雷霞 我也能打 好 好 好 追一个桃 加不了血了 杀 闪 闪 热不私手 反对打这么艰难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反对的位置的确差 主攻面前 六七八 其中小人搬弄是非 不过这游戏给你三个人摆到后边 而且主攻这桃 闪电批了也不出 不过有 有个乐乐 看他们的乐主吧 因为这有个武器 嗯 他们直接反手去激活逐质 但这边逃多 结果闪电咔嚓把草丛炸死 别 别 这反正已经这样子了 你就不要 不要再 杀 这个肯定是要揪的 毕竟动一下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不能吧 不能吧 哇 炸了 没事不怕不怕 他血 但是我鼠指要死 嗯 我这反贼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希望呀 在反无限摁住 死了个最猛的 转上了最猛的猛男 最忙了 不是这个 这个如果孙皓动还行 如果不 极必生之力 无限可及 是 难道 出来了 出来了 反贼还是要 途的 毕竟孙皓挺猛的 两个乐 戒刀 这个戒刀呀 戒刀怎么用呢 戒刀把草丛的距离弄了呀 这肯定是要把距离弄了 顺手牢 顺牵 顺牵 手牌 手牌 锤他 九 十二 杀 桃子 这道题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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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乐 恼不思蜀 哎呀 黄龙岳铁晋级了 他就算是个第六 他比二十八分和二十六分 黄龙岳铁晋级 攻势为重 宴席不去也罢 杀 黄龙岳能有幸跟咱俩这样的强者交手了 看来有可能 没没没还有半句 对对 所以说要说有可能嘛 感觉想见到咱俩还有很多筛选呢 撒 九 啊 结束了 结束了 哎 最后其实这局两个忠诚发挥都好强的 一个迷竹 迷竹在 前期也全靠迷竹的 局势是迷竹打开的 拼手秒了无限 没错 对吧 中期的时候在主攻被集火的时候 一直那个 算出十三点保了 那个 而且他前期也给了东云很大的压制 对 反正是非常强这两个忠诚 朱智那边在中后期一直一杀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限这个方天化解 简直这一把成了方天化解 一刀就输出 然后四四三杀阵 这把真成了方天化解的一个表演 表演 那我们这边 也是恭喜一下主中方 获得 恭喜主中方也恭喜黄龙叶肯定晋级了 对 那顺便我们也是想 让裁判这边算算分 一会看一下最终的结果 对 啊 今天反正我们确定已经晋级的选手 那就是 陈诚 陈诚 对 孤独 啊 黄龙叶 孝宫 然后那淘汰的是 啊 你是确定吗 确定啊 是确定吗 确定啊 好 确定 然后淘汰的是 长安和黎哥笑吧 那等一会看一下分吧 我没我没计分 嗯嗯 嗯 嗯 咱俩聊点什么呢 聊继续聊 继续吹你的牛逼 哈哈哈 不是擅长吧 嗯 没有没有不吹我们就来展望一下吧 反正啊 村长作为最有发言权对老炮杯最有发言权的人 没有 就是嗯 其实我觉得最近大家都在吐槽就包括昨天前天打完以后很多人都私心 我说村长老炮杯成为一个就是我感觉好像并不是很强的选手都来 是不是有点给这个比赛掉价呀 对 呃 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赛事需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的 我们需要新鲜的血液注入进来 对就是我们不让别人玩是根本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水平的 对不对 那其次的话我们 我觉得他报名的人是基本的一个条件就是不管你是哪的主播你必须是一个主播 对 嗯对就是这个你是有前提条件的对吧 我来说主播总体来说应该是比玩家弱人强一点的吧 对就比玩家起码你要玩的多对不对 对要不你怎么当主播吗 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情况当然很多情况也打得很离谱或者是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首先一是呃我们已经经过了上半年的比赛是很多主播已经晋级了 晋级的主播是不参加比赛的 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冰峰啊半个臣子啊对啊我呀 光影心啊啊绿龙月啊对吧等等等等 呃其次的话还有一些主播啊 呃其宝儿和绿龙月是同一个人的同一个人啊 我都还不知道这个还有还有一些主播是那个啊 比赛压力太大了不愿意来了对啊 比如说像我们 不愿意这些纷争了对对像一些我们熟知的张会这个也是这个比赛的一个弊端因为毕竟打得不好是要被大家一起喷的对 没有几个人是像我们这么脸皮厚的 哈哈哈哈 所以说人家冰峰也说过不想参加的 是不是 实话 实话实话实话 我说不用别吧来吧 我们今年老胖杯两 呃一开始是有一个表演性的赛季 然后有一个正式性的赛季 都是村长苦口婆心劝回来都没有两次 冰峰呀你这么厉害的人你再不来怎么办呀 发挥都不错是吧 这个也侧面的反映出来的确压力很大这种比赛 就是人家输了的话真的是很压力很大的 但是冰峰比较好就是 感应比较好不是感于承担对不对 就是我们愿意来 哎呦就是三天以来首次 首次说出了一些正面积极的 比一些主播要强就叫他来都不来 谢谢谢谢 那个我们最终看一下比分吧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比分到底是谁晋级了 还在算那我们继续聊 对吧就是像像主播的确压力很大 所以有些主播不愿意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打的人越来越少 我们再不开放名额不是没人打了吗 那这个比赛不就过一段时间就没了吗 那我们又不希望身份局没有一个很好的赛事 对吧 大家都知道尤卡官方很注重于2v2的比赛 对 所以3v3的比赛 3v3现在都没有了2v2比赛比较多 我们来看比分 我们来看一下被淘汰的是炎帝和长安 然后黄龙叶也是晋级的 对 因为他是比 这5个人都晋级了 因为比昨天那个要高 对对对 就是昨天第6名是谁啊 嗯 忘却了 反正分数是28分 哦 昨天这不是在晚辞 好 那晚辞也很伤心 含蓄和晚辞 对 永久的离开了我们的赛场 对 那你能不要笑吗 哈哈哈 二二十四二十八 那被黄龙叶给PK掉了 那恭喜黄龙叶 那我们也是看 刚才也是回顾了一下这几局 那我们从明天开始 就是半决赛 半决赛了 半决赛肯定是非常精彩的 明天开始就有我们新的这个解说 伙伴 半个陈子 半个陈子 黄浩 半个陈子爱解说 你让他们来让大家来解说 我怎么解说 那我们也是期待一下明天的半决赛 好的 那谢谢大家 今天比赛就到此为止 大家再见 拜拜 呀 愚蠢的凡人 自乡残杀吧